北京时间12月18日23点59分 甘肃临夏州基茨山线发生了6.2级避震 比亚迪集团在第一时间捐款了1000万 我不禁想问某一个外资企业你捐了多少钱呢 是不是 这我是没收到消息可能也捐了啊 你动不动就告中国老百姓这个侵权 那个侵犯民权500万1000万的 你是不是得捐上亿呀 是还是不是 我没提你们因为我嫌客人 就这么简单的事 我也不怕你跟我俩扯毒的 然后还有一家集团要夸奖 就是三只羊集团 你可以理解为疯狂小羊哥啊 那个大羊哥小羊哥 捐款了1200万 这不仅让我想起的这个去年呢 这个河南水灾 当时这个比亚迪车主 特别是比亚迪唐车主啊 跋山涉水的啊 那个深度涉水救人 然后把这个车当成这个充电宝 供大家充电 大家都知道 一旦地址来临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 保持手机通畅 要不是救援 要不是向家人报平安 是不是 然后手机是否通畅 是否有网络 是否能联系上 关系到这个人 能不能最大的争取到这个生存 活着的这个希望 对不对 所以说当时那个比亚迪啊 把自己车当成大大型充电宝 卡卡卡 这帮也是充电 哎 那个场景是不用我说的 是不是 啊 那个时候比亚迪还没有这么高的成就 所以说在大难面前 在大灾面前 永远相信的是咱们的同胞 听明白了吗 啊 那些外资企业 中央政华委说的引用啊 所谓的赚着中国的钱 要着我们命的那些 臭不要的 你不负责任的 赶紧滚出中国市场 哇好流变